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首十一个月 已经处罚微博超过了40次 那目前累计呢已经是罚款有1430万元 回港上市就破发 而且又迎来强监管 微博后去要何去何从呢 微博我觉得还是有一轮的调整 就也没办法就像这样的互联网 其实是处于一个监管的一个风口浪尖 所以就任何就监管收紧的动作的话 其实都跟它有关系 但是要注意一点 其实它竟然以来 其实是不断的被就内地的部门 就有所处罚 就算不是网信办 可能也是其他的部门 但是那个处罚的金额 其实对它的就盈利或收入 并不构成一个很显著的影响 所以市场最担心的 就并不是罚款的额度 可能会影响它的利润 或是影响到企业价值 其实大家担心的 就在现在内地全方位监管收紧的情况底下 他们业务未来做出调整 还剩下多少的增长 增长或者是盈利的空间 毕竟现在在内地互联网 其实很多事情不能做 或者很多领域不可以就卸击 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的话 其实肯定是限制了 就内地的一些科技的融合 或者是互联网企业 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前景 或者是业务拓展的前景 其实这个才是就市场最担忧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市场的看法 或者是就内地监管部门的态度 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是那个进行的过程 里面是一个环节的问题 就是之前就互联网相关的股份 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就大家就觉得可能就是内地 基于现在可能就是经济面临挑战的背景底下的话 会不会可能就暂时放缓一下 就收紧这方面的监管 然后那些互联网的企业可以喘下去 但从后续的动作来看 而且也是从那个中央 就中央经济工作小组会议 的那个就是最终公布的那个结论来看的话 其实对于互联网监管 就尤其是那个弱势反垄断这样的发挥 其实还是在逆层上面 所以就对于互联网整体的调整 我觉得就一个大的趋势 其实没有太大改变 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个反弹 微博其实可能所受的影响 是尤其是显著的 就现在除了案例以外的话 可能就微博也是一个 其中比较高危的互联网期间 所以微博也是处于高危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而且刚刚艾伦也是给大家分析了 未来强监管还会继续 这个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 今天我们关注到B站 也是有升跌7%的幅度 那今天的下跌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否也是因为担心监管这方面的蔓延 可能会燃烧到它的身上呢 因为这个很明显就跟微博的出发 可能就相关都比较大 就在某些的领域中 其实在视频上就这方面的话 或者是社交 就视频在加社交这方面的话 其实就哔哩哔哩 跟微博其实有就某些的相似度 而且是目标群体 或者是用户其实都有高度的重合 所以就如果是微博 面临这么一个监管的收紧 或者是监管方面的一个罚款的话 可能就比利比利未来 也会就面对相同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的业务 或者是拨展空间 同样就受到一点的限制 再加上相比于微博的话 其实比利比利那样估值 是比微博高出很多的 所以如果是说 未来的一个调整幅度的话 可能就是比利比利的风险 风险来得比微博更高 上午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聊到 腾讯控股预期将于在12月23日 审批关于派中期股息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它上市以来的首次 那么科王企业我们看到 不断的是传出裁员 改组业务的消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派发手上的现金 未必是一件好事 那么究竟腾讯背后考虑的是什么 我们也是可以再跟 Alan进行一下连线 那我们看到实际上 前腾讯这一方面呢 就有传出给员工奖励计划 可见腾讯它手上的现金是充足的 那么腾讯是否是对于它 行业的前景比较看待 缺乏一些投资项目 所以才给大家这个派息 然后不去投资 还是说在这种 共同富裕的政策之下 企业不愿意在账面 保留过多的现金呢 那么Alan您会认为 腾讯这一次派中期息 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腾讯派中期息 而且是派那么突然 其实是蛮特别的 这个可能跟股价 可能过来是企业对股价的 那个有一点的诉求吧 毕竟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其他的那些互联网企业 最近都公布了一些 就股份回购的一个计划 而腾讯的话 其实因为派息 跟那个股份回购 其实那个就是意义夯的作用 其实都是差不多 都可以增加 就每一股的那个股份的价值 所以就是你要不选择可能回购 就要不选择派息 而腾讯的话 可能就是选择一个跟人家直接 或者跟人家实贵的方式 去回贵一些的 就一些投资人 但要注意其实他派了中期息以后的话 他有机会 其实末期息的那个整体的量 可能会有所调低 所以也要等他就派末期息的时候 才知道他整体的那个派息政策 会不会有所改变 就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也知道就这种 之前在高速发展的一些 就互联网企业来说的话 毕竟那个派息很多都是 只是具有一个象征意义 就没有太大的时代 因为息率相对他的股价来说的话 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或者是他的分派 跟他的那个利润占比 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大家都觉得就这种高增长的企业的话 其实他不用派息 我情愿你把钱就留在公司里面 可能就再投入 做出一个更高速的一个发展 但如果是他这次派了中期息 然后那个之后的末期息 还是维持原来的水平的话 那是有机会 其实他的整体的派息的比例就会提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可以确定 或者是就更多的急上去确定 对腾讯来说的话 他整体的那个发展规划或计划会出现一个调整 就由之前可能是所有赚到钱都会再投入 去一些高速发展的行业 而变为可能就更多是一个回归 就立刻回归股东的这么一个安排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他会提高他的利率的话 那可能就投资者或这本市场会觉得 腾讯的那个高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高增长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 所以今天看到虽然说有派息 但是股价这一方面还是下跌的 另外呢 现在关注到互联网上就有传一则消息 上周有两名腾讯的员工跳楼 包括知名人士毛星云 他20岁出头就被评为了微软杰出专家 现在这件事情真假的难辨 也没有一个官方的回应 但是在互联网上已经是持续发酵 那么科王企业高强度的工作环境 再次是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这件事情是否还会继续发酵呢 这个高强度的工作环境的话 可能也会受到一点的影响 尤其是如果是就舆论的导向的话 可能就会让那些互联网 企业的一个就企业结构 或人用结构或者工作安排 会出现一个就比较大的调整 因为这个也不是第一次提出了 因为就有记忆的话 可能就半年前或几个月前的时候 可能内地的一个就劳务的 或是内地的高等法院 其实也出文就特别指出 就是那个916这样的一些工作习惯的话 真的是就违反一个劳动法律的 所以这方面可能就不让企业在人员的工作安排 或是各种的就是工作的结构方面 可能会做出一些明显的调整 这个短期来说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就人员成本 或者是整体企业成本的一个上升 但长远来说的话 可能就会员工提供一个更合适 或更健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或者是就更加符合 就这方面的一个法规的一个安排 如果是这方面的那个新闻的消息 各方面在内地的舆论进一步发酵的话 那有机会其实对于互联网 这方面的一个监管 又会进一步的加强 就加强而互联网的企业在这方面的调整 也会进一步的加速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这件事情是否还会在互联网当中继续发酵 甚至蔓延到资本市场当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美股当中一件好玩的事情 关注到美国时代杂志 是选出了Tesla创办人马斯克 成为年度风云人物 不过周一特斯拉股价 却出现了大跌近5%的情况 收于966块4毛1美元 创出了10月22日以来的新低 市值是跌破1万亿美元 与11月4日创下的记录相比 实际上它收盘的历史高位相比 目前特斯拉的一个股价 已经是下跌了超过21% 年内出现了第三次 进入技术熊市的一个情况 而且有些网友也在讨论 在1999年 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 他被评为了当年的风云人物 那随后亚马逊的股价 就从当时的一个多年的峰值 持续下跌 走出了一个经典的M顶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 也给大家显示了 如果以史为鉴的话 特斯拉这一边 是不是也会走出 跟亚马逊当年一样的步伐呢 这个也不能够说 就是这样的历史 就可以简单地重复 就是之前亚马逊 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今天的特斯拉 也有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毕竟就两个就时代所面临的背景都会不一样 因为1999年之后 就在2000年就迎来了 一个就上一个那个科网的泡沫的爆破 绝大部分的科网企业都会在那个时间进行倒闭了 就剩下的或者全国下来的 就可能也不到5%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又不一样 就第一现在的电动车的企业 虽然可能说有个泡沫存在 但这个泡沫的话 可能也不能够跟2000年的时候 那个科网的泡沫去相比的 所以就算现在这个泡沫 可能会偶尔爆破过 是偶尔可能会调整 但这个调整的幅度还是会可控的 而且就可见的未来 其实未来的几年来说的话 最整体的电动车行业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期 大家觉得就明年的一个电动车 或新能源车的销量 应该按年还是会有一个30%到50%的一个增长 所以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里面的话 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 就中小型或者是就经经不上的一些电动车企业 有机会在半途倒闭 但是对于就Tesla这种规模 或者是知名度或者是有那么大企业附加值的企业来说的话 其实它就跟随市场或是把握市场这个机遇 我觉得就问题并不大 虽然就Tesla股价短期应该还是会承压了 因为对于就虽然Elon Musk他当选的那个史莱雜坠的风云人物 但同一时间其实他自己也在卖那个Tesla股价 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就Tesla的股价是很难不受压的 但是这一轮如果是消化了这一轮的卖压 而整体的那个就对于Tesla来说的话 他现在并的需求问题是那个供应问题嘛 就供应方面的那个瓶颈解决的话 其实它明年的一个就高增长韩息可以值得期待 你说中线来说的话 其实Tesla股价经历了调整 其实重新回到高位 这个几率还是会有 明白 那么这一时段也是非常感谢Elon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